大家好,我是阿勇 本期视频给大家分享一道白云豆烧排骨 首先准备200克的白云豆 先把这个豆子泡上 白云豆呢,功效很多 它不仅有减肥的功效 而且还可以控制血糖等等 下面呢,我们就把这个豆子泡上12个小时至16个小时 现在看到的是前一晚8点泡上的白云豆 现在是早上的11点钟 下面呢,我们把这个白云豆淘洗干净后备用 现在看到的是排骨2斤 准备一块生姜,用刀拍一下备用 起锅放水 水里加入生姜,再放入排骨 给排骨焯个水 水开后一分钟左右 把排骨捞出 放入到一个带热水的盆中 排骨捞出后最好用热水清洗 这样能更好的清洗掉排骨上的血沫和杂质 清洗干净后,我们控干水分没有 准备香葱少许,改刀其中寸段 切好后放入碟子中备用 生姜一小块改刀切片 切好后放到碟子中备用 起锅,加点水 水里加入50克的白糖 排骨要想做出来的颜色特别的红润 就一定要用传统的方式 给它熬一个糖色 在炒制这个糖色的时候 里面有个窍门 第一点,不要大火 中小火慢慢炒 这个过程大概需要三分钟左右 当你看到我们的糖色开始起大泡的时候 往小泡转变的时候 颜色变成了咖啡色或者褐色的时候 马上倒入排骨 然后改大火进行翻炒 翻炒出排骨的水汽 你现在看到这个颜色是不是特别的好看 如果排骨放得过早 烧出来的排骨就会偏甜 颜色也不好看 如果糖色熬得太过 烧出来的排骨就会偏苦 下面我们倒入香葱段和姜片 再沿着锅边倒入料酒 这一步主要是为了去形体味 放入10克左右的生抽 再点入少许的老抽上个色 下面把它翻炒入味 翻炒入味后 我们倒入白云豆炒至均匀 炒至均匀后加入少许的蚝油增鲜 做这道菜在这里强调一下 不要放什么大料了 八角花椒等等 爱吃辣的你可以放一些辣椒段 放大料就会破掉白云豆本身的香味 下面我们倒入清水 水的量要盖过排骨一只 水要倒得多一些 因为我们的全程要中大 大火滚开后 一定不要把火关到最小火 这一点非常重要 一定要切记 当你小火慢慢炖的时候 无法把白云豆的香气充分的激发出来 所以一定要最小要中火要去炖 我们要把白云豆和排骨的味道充分的融合 白云豆它能吸饱排骨的油脂与肉香 同时我们再把白云豆煮出来的本味 还能让排骨充分的吸收 二指的结合才会使这道菜吃起来会更香 全程我们烧至30至40分钟 炖煮的时候我们中间搅动两次 40分钟后我们截开盖子 把火再改成大火 放入少许的食盐提味 改成大火后我们再烧至一两分钟 这时候有一个收汁的阶段 汁水收好后 我们就可以盛出装入盘中了 这样一道白云豆烧排骨就好了 你学会了吗 更多加长菜请订阅点赞 阿勇每日小处 阿勇每天带给您家的味道 至少许的草菜